最近国军的阿帕契事件余波荡漾 意想世界要介绍一位空军艺术家游文富 他早年曾经在空军服役九年后来退役当艺术家 特殊的飞行经验也影响了他的创作 像是作品中他常常会用到羽毛 他认为汇集起来的羽毛就像是天上的云 游文富也很喜欢用竹子创作 因为他从小在南投竹山长大 竹林和竹子就是他的童年回忆 最近他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超过十万片八公尺的竹面 在当代美术馆前面打造了一整面墙 非常的壮观 包起来有两种意涵 一个是说当他被包起来的时候 当代馆人才会突然间觉得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到底要施工吗 还是这是作品的那种氛围 过路的人就会觉得很好奇 那第二个呢包起来基本上是以我以前飞行的那一种的概念 就是把物件变成放大 从天空上俯瞰下来那种意境来做这件事情 台北当代美术馆被巨大的竹子墙面包围 这是艺术家游文赴使用超过十万片八公尺的竹片打造不规则的造型 就像是流动的自然景色 像这样子一根竹片总共用了两百四十公里 那两百四十公里把它用手这样双手这样编的话 事实上是用手在触摸每个作品触摸了两百四十公里 当然所有的部分绝对不是我去触摸 而是结合二三十个四个月内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他彰显出来的是一种劳力密集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精神 游文赴没有传统的美术教育 原本是名飞官 但服役九年后他毅然退伍投入艺术创作 特殊的飞行经验也呈现在他的作品中 像是这件在云里思考 就是飞行生涯中的惊险经历 他从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家具 家室室内 然后你曾经有想过 里面有人在里面生活的那个状态 然后一直用云把它堆积起来 那我们站在山上看着雾的底下 事实上底下是有城市 是有人居住的地方 可是我们却看不到 你透过那个玻璃 就好比我那时候在飞行 在飞行的时候那个坐船照的玻璃 看着那个看到着自己的父母亲的那个生命的薄膜 南投竹山长大 家中从事竹工艺的事业 余文复的童年记忆是广阔的竹林 而轻柔的羽毛则象征透过云层俯瞰的一项 这件作品巧妙结合两者 将近二十万根的羽毛汇集成巨大的云朵 灯光映照下的影子就像是竹林 重点在说当初你的细胞里面 人生的细胞里面到底隐含些什么意涵 你敢不敢去追求这件事情而已 只怕的是说没有人引你这条小路 那你中间就夭折 艺术家余文复以竹子和羽毛为创作媒材 反映人生的丰富经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